在小朋友到游乐场玩 千万要特别当心他们的安全 新北市板桥有一名 一岁八个月大的男童 玩投篮机的时候 手指头不小心被卡在机器里了 因为害怕拔不出来 嚎啕大哭 心急的父母请来消防队 才将小男童的手指头给拔了出来 小男童哭得深思历劫 虽然母亲紧紧将他抱着 但还是越哭越大声 五名消防人员将他团团包围 试图破坏黑色残骸 但怎么样就是打不开 电源也不计成本 只希望救出小男孩就好 这名一岁八个月大的男童 在玩投篮机的时候 左手十指不小心卡在机器里 心急如焚的家长赶紧通报消防队 一群人手忙脚乱 最后终于拿来螺丝起子 将投篮机给撬开 男童被救出后不断跑拍拍 他的母亲跟阿姨也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下次千万注意小朋友的一举一动 别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 记得陈如群徐赵伟新北市报道